哈利王子跟梅根将在今年春天正式退出王室 不只要他们放下殿下的头衔 不能拿纳税人的钱 更不再正式代表女皇 也不进行任何王室公务 洋洋洒洒的四个步子 就是要哈利夫妇跟王室断得干净 哈利和梅根闹出走 英国女王快刀斩乱麻 18号声明说要断得干净 宣布哈利梅根2020年春天起将完全退出王室 放弃殿下头衔并归还当初花纳税钱 整修温纱别墅的费用 约9600万台币 女王虽表示祝福 但表示要走就不要留恋 提出四部声明 不但王室头衔被拔 不能拿纳税人的钱 不再代表王室出访 不进行王室公务 其中包括哈利十分重视的军职 哈利梅根出走 其实回顾历史也有类似情况 有人形容哈利王子跟爱德华巴士一样 不爱江山爱美人 都以美国籍的老婆优先 而哈利丧失王室头衔 保留萨塞克斯公爵称谓 跟母亲戴妃 24年前离婚后 被改为威尔斯王妃戴安娜的情况 如出一车 哈利梅根财务独立后 将放弃政府5%君主拨款 上个年度两人花费约台币2亿 未来他们要靠什么赚钱呢 先前哈利找上迪士尼老板 帮老婆争取配音的机会 这次又找了狮子王导演 哈利一家 未来高达台币2亿8千万的委员费用 该由谁负担更是一大问题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先前受访还说可以讨论 但这回女王声明一出 杜鲁道就拒绝回应 哈利和梅根何去何从 为了过上独立生活 付出的代价还真不小 记者综合报道 南韩媒体报道 北韩63岁的外交部长李永浩传出遭到撤换 代表北韩对外政策可能出现转变 他曾担任驻伦敦大使 在美朝谈判中担任重要角色 预计北韩将在23号公布继任人选 俄罗斯F7航空客机准备飞往越南 不料在机场跑道上引擎不断喷火 还发出爆炸声响 机上208名乘客被迫搭乘另一个航班 销款员紧急出动灭火 没有人受伤 美国俄亥俄州一对妇女晚上出门倒垃圾 夜空中突然出现缤纷彩光 红色橘色粉红和紫色灯光不停闪烁 这名父亲一度以为发生爆炸 当地政府也无法解释这是什么现象